北京攻台有四大时间点 台湾军事专家这样分析 习近平会不会抗美元额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全世界反共者联合起来了 这个欧洲最儿小国也成了澳洲明灯 啥内容 美新任驻日大使与日本防卫大臣会晤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7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Zenfer 中共到底会不会攻台 如果攻台会是什么时候 攻台以后会不会拿下台湾 这一直是人们关心的话题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到北京与习近平会面之后 中共武力进攻台湾的可能性再度受到关注 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在最新一期 年代向前看上分析不同专家政要提出的攻台时间表 他说 一种说法指北京会在冬奥后攻台 发出这种警告的包括美国共和党众议院 军事委员会私生委员迈克·罗杰斯 理由是拜登对北京软弱 而且北京预期拜登无法延任 川普可能回归 所以北京必须赶着对台湾动手 这是政治情势的判断 吴明杰提出的第二个时间点是来自中华民国国防部的报告 认为2025年北京具备攻台的能力 不过吴明杰强调攻台能力不等于夺台能力 中共并不具备拿下台湾岛的战力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时间点是源于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 跟现任印太司令阿基里诺 他俩都认为中共可能是2027年 也就是中共进军百年之计攻台 这也是习近平反复提出的所谓规划 而且届时中共将召开21大 习可能借台湾话题第四个任期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前北约盟军司令史塔夫·瑞迪斯 在自己一本小说中推断说 2034年台海形势可能会非常紧绷 吴明杰分析 今年冬奥后北京冻手的可能性不高 因为秋天将要召开20大 如果在此之前开启战端 习近平个人权威的稳固可能遇到重大风险 但无论如何 台湾都必须御敌从眼 中俄两个政权一直抱团血暖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 普京和习近平举行了会晤 强调团结对抗美国 但是实质上能不能做到呢 专家分析中国的经济也摇摇欲坠 自顾不暇 在俄危机中 中共不太可能对俄罗斯给予经济支持 中共党媒宣称 中俄会晤热烈和具有建设性 双方领导人同意深化合作 俄罗斯石油巨头Rosneft表示 在未来十年将增加对中国的供应 在上周五会晤后 习近平和普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 双方都反对进一步扩大北约 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 高级中国研究员辛格尔顿说 习近平几乎肯定地认为 支持俄罗斯有其战略利益 他说中共与美国仍然处于长期对立状态 辛格尔顿解释说 中共可能很难真正深化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 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 莫斯科智库卡内基·莫斯科中心 俄罗斯亚太项目高级研究员 兼主席加布耶夫说 有一些证据表明 中俄与西方的紧张关系 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合作 他列举了军火交易 联合开发武器 以及更多的联合军业 CNN财经记者劳拉何指出 如果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 美国和欧洲落实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 俄罗斯不能指望 中共会提供更多经济支持 老拉何指出 俄罗斯在贸易方面非常依赖中共 但反之并非如此 而且中共的经济 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 这使得在发生军事危机时 习近平将中共与莫斯科 联系在一起的动力大大减少 CNN Business根据 2020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 和中共海关的数据计算 中共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占起对外贸易额的16% 但对中共来说 俄罗斯的重要性要小得多 两国之间的贸易仅占中共贸易总额的2% 欧盟和美国所占份额要大得多 对涉足北约和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 北京需要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全球贸易咨询机构 韩理事基金会的研究员卡普里说 中共目前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 包括其能源需求 不能确保北京会冒被华盛顿 及其盟友进一步疏远和反击的风险 这可能会在以后困扰北京 美国议员已警告说 如果俄罗斯越过红线 他们将对其实施最盈利的制裁 欧洲领导人也在准备惩罚措施 这些措施将远远超过2014年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支持的制裁程度 上个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北京 入侵乌克兰将造成全球安全和经济风险 且同样会伤害到中共 辛格尔顿表示 乌克兰危机的升级 几乎肯定会冲击能源和金属市场 从而对全球经济造成沉重的压力 再加上中共严格的零容忍疫情政策 中共快速放缓的经济可能会进一步下滑 一桃碗虽然很小 但深受前苏联共产集权的压迫和冗令 价值观非常清晰明确 现在成了全球联合反共的一盏明灯 6-10日 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 将先后访问新加坡与澳洲 期间将与澳洲外长潘恩 结果防部长杜登会面 并就两国如何面对中共胁迫和贸易制裁的问题 交换经验 兰斯伯吉斯6-10日访问新加坡与澳洲 为立陶宛在进一步且稳定开拓亚洲与大洋洲市场 落实供应链多元化战略 并深化彼此政治经贸关系 出访前 兰斯伯吉斯接受澳洲金融评论报访问指出 澳洲和立陶宛均在近期触怒中共 同样遭受中国经济胁迫 也同样拒绝向中国霸凌屈服 而且同样针对中国的行为 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诉讼 报道称 在华盛顿和东欧部分地区的力挺 以及台湾的财政慷慨支持下 立陶宛与澳洲一样决定不屈服于中国 兰斯伯吉斯提到 去年9月与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中 他和潘恩曾短暂巧遇 随即发现两国颇有交集 于是立即做出需要过来一趟的决定 而潘恩也当场邀请他访问澳洲 兰斯伯吉斯强调 某些国家不该用经济胁迫 迫使另一个国家改变外交政策 当前国际商定规则正受到强权国家挑战 我们正在捍卫国家主权 兰斯伯吉斯说 澳利两国虽然相隔遥远 却有类似经验 他认为两国有丰富的同治情谊 期望防澳期间 能就两国如何因中共霸凌而变得更强大 学到什么等彼此交换意见 以及如何应对中共胁迫和贸易制裁 并讨论两国如何互相帮助 此外 立陶宛因为同意台湾在维尔纽斯 设立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 而遭到中共的经济与外交报复 外界盛传 中共施压立陶宛更改台湾助力代表处名称 对此 兰斯伯吉斯强调 无论如何 立陶宛都不打算更名 他们台湾的正式名称不会改变 兰斯伯吉斯强调 有许多国家和政治人物也希望他们的国家 坦率地说出立陶宛所说的某些事情 我们并不孤单 立陶宛只是碰巧在正确的地方 正确时间 说出一些当前重要的事 中共不仅让自己四面楚歌 还帮助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 把关系建立得越来越紧密了 2月7日周一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首都在防卫省 与美国新任驻日大使伊曼牛尔举行会谈 两人一致同意美日联手因应中共 俄罗斯等威权主义政权 中央社的报道说 岸信夫周一在东京日本防卫省所在地 与美国新任驻日大使伊曼牛尔举行会谈 严及中共试图片面改变现状 台湾情势 朝鲜频频发射导弹 俄罗斯大军逼近乌克兰等问题时指出 空前的紧张感升高 岸信夫表示 自由 民主 法治等价值观 使日本和美国一直很重视的 两国一定要坚决守护才行 伊曼牛尔表示 今后三年的美日合作 将决定未来30年间的美日两国的地位 他认为 这项会谈的时机很适当 正好让世界看到美日两国拥有强固的同盟关系 伊曼牛尔曾任美国国会议员 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期任职白宫不了长 他也曾担任芝加哥市长 与美国总统拜登私交甚毒 他于1月23日抵达日本 美国驻日大使一直在前大使哈格地 2019年7月离任后一直空缺 日媒指出 在与中国的竞争日益剧烈下 伊曼牛尔将成美日桥梁 深化同盟关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本月4日已经与伊曼牛尔在首相关底举行过会谈 双方就应对崛起的中国 和包括绑架日本人问题在内的朝鲜 确认了紧密合作的方针 两人还同意为岸田倡导的实现 无核武世界而合作 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 伊曼牛尔在会谈中告知 称有意早日访问岸田家乡 和报地广岛 岸田对此表示欢迎 还考虑届时一同前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